据亚洲足球联合会的计划,2022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采用主客场双循环赛制将于2021年9月2号至2022年3月29号进行,按计划比赛将在核内市举行。 按照越南国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导委员会的要求,2022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组委会成员都要接种新冠疫苗。 越南足球联合会秘书长李怀英表示,根据卫生部管理机构以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力量的具体方案,球迷可现场观看足球比赛。 此前,作为亚洲足球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,越南在首次闯进2022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最后一轮中创造医疗之外的成绩。